只见美女把腿放进了水里 当再次拿出来的时候 上面沾了一些黑色的花纹 看起来就好像是纹身一样 这就是水转印 把相应的颜料喷在水面上 然后把需要染色的物品放进去 这些燃料就会附着在物体上 看起来非常的有意思 这不老外就觉得自己的自行车看起来非常的普通 打算换一下颜色 准备了红黑两种颜色 然后把车架放到了里面 就这样漂在水面上的颜料都附着在了自行车上 现在自行车看着可是比之前要漂亮多了 当然手机也能用来染色 首先把不需要染色的地方包裹了起来 把手机放进了水里 在上面也沾了一些花纹 等晾干之后 把上面的胶带给撕了下来 发现确实变得非常的漂亮 真就是什么东西都能变色了 后来美女觉得自己的高跟鞋看起来实在是太普通了 也打算做一下类似的实验 还是把不需要染色的地方给覆盖了起来 接下来把需要的颜料喷进了水里 把高跟鞋直接就放了进去 一下子就包裹在了高跟鞋的表面 两干之后又做了一番清理 看起来可比之前要漂亮多了 黑红相间的颜色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火辣 这双高跟鞋与之前完全就是不同的风格